我是最有資格講的 老的差不多都過了 而且我用廣東話講 上海人說你來到香港很差的 他們之間是講上海話的 他們不喜歡講廣東話 那些上海女人 上海女人聚起來 我知道 我知道 很像高雄一等那樣講上海話 現在講上海話 我見到 我沒眼看了 沒眼看了 好像很嬌 幸好我一代就沒有 我的兒女根本就不懂得講 我就想講一下上海另外一段 你不在那時候的歷史 那段歷史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是為什麼呢 共產黨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開始 那段在上海的歷史 為什麼中國的政治中經常都有上海幫 不是現在才有的啊 四人幫是被人叫上海幫的啊 為什麼呢 姚文縣 黃鴻文他們都上海出來 張春橋雖然是山東人都在上海運過 江青是上海演藝界出來的嘛 所以那時候的上海不是現在的上海 但是有一些日脈相承的地方 不過我先補充一下 你剛才講的一點有意思 就是講那個海關總署署長 叫Robert Hart Robert Hart 他是北愛爾蘭人來的 北愛爾蘭的清教徒來的 因為他是英國國的血統 不是愛爾蘭血統 是蘇格蘭英國血統 他是斯卡爾利什 斯卡爾利什 差不多 斯卡爾利什 所以最多人才打得那麼恐怖 就是斯卡爾利什 美國那邊的人來的 這樣 現在上海呢 挺有意思的 現在講回上海以前上海人 多少聰明呢 上海有很多聰明人 但上海有另一個傳統 買辦傳統 上海人很懂得知道政治體制中 誰是空子怎樣去做的 做什麼的 跟得很緊的 所以他封頭了 他知道他很聰明 哪裏靈活就哪裏去 所以在毛澤東的時候 上海就成為中國左翼的大本營 奇怪 真是奇怪 因為上海以前 講解放以前 那些人的思維是有到不得了的 但是生意人是有的 是 他是生意來的 買辦傳統 看風頭看得很快的 一看上海的時候人有名字 全國很多人 尤其我們湖南人很看不起上海人 很簡單 就是沒有脊梁骨 講一回頭 沒有脊梁骨 實際上我都說走狗營 真的是走狗營 真的 是的 官仔最中心的人 因為最聽話 真是走狗營 不是開玩笑的 而且他走狗營造得很快 很好的 他很有效率地做走狗 你都不知道上海是那種拍馬屁 拍到你舒服 真是沒得彈 我以前用過幾個人 真的 我都沒試過 那種感覺 你沒想到就幫你 全都想好了 這套 是我們古代都有一套這樣的東西 以前我們朝廷 我估計都有一套這樣的東西 是傳統下來的 所以他就這樣 在哪個形勢之下怎麼用呢? 他就會用成怎樣 關鍵是 關鍵是 他 對不起 我先拔一下 關鍵是他怎樣 即是他跟誰領導 所以你說香港人是投機 投機比不知道多多 靈活 穿著著著就來了 是的 是的 所以上海從五六年公司合營以後 那些資本監 當時誰是上海 上海市長是陳毅 後來做了中國的外交部長 上海市長陳毅 當時他叫做幽默的 共產黨對著死人 說降落散部隊 那些資本家跳樓 那跟著之後呢 你一路看上海 就在理論上就開始阻擋了 所以你當時看報紙 人民報出了什麼? 《文匯報》出那個 上海《文匯報》 才是領導輿論潮流的 人民報到稍微叫一些口號 但是上海《文匯報》那些文人呢 就很懂創新的 就為共產黨立了很多輿論的漢馬功勞 反右啊什麼之類 很積極的 所以你想想上海當時的工業發達 上海的中央財政稅收 就是70年代的時候 來自上海的財政稅收佔了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啊 你那句聽不到聲音 沒了聲音了 百分之多少啊 百分之一 百分之十二左右 百分之一 是上海來的 所以上海 當時上海的城市人口 應該是 當時應該是六百多萬左右 我記得是 五六百萬這樣 是 這樣呢 所以上海的左也很出名的 而且上海人呢 就很少出一些反抗中共的人的 反抗中共的人都是遞到的 我們湖南人很多的 很多反革命出很多反革命 上海就相對就少很多 我們都知道的了 這個情況 所以你看到上海呢 發達也是那個原因 那些人看風頭看得快 轉向轉得快 當時呢 作為中共的急先鋒 又是那個原因 又是那些人轉向轉得快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的兩邊來的 嗯 你瞭解那段時間呢 就是我不在那段時間 是啊 是啊 那段時間 那些人民慘得你沒辦法想像 就是我的新職嘛 我知道嘛 我妹妹在那 我妹妹是親身研究出來 所以你說一段時間 我兩個妹妹 都不是在上海 已經被人趕走了 上海都沒有給你住啊 你在那裡出生都沒辦法談啊 趕了去安徽下鄉啊 那就 久不久回一次來 就是她不讓你住在上海 住在上海一種很大的優待 就是等於住在北京 是啊 是啊 那種待遇啊 所謂待遇啊 城市待遇 北京那些叫做正面子 哇 是啊 當時上海人的住房啊 平均啊 1977年的數字 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當時廣州 我們有對比嘛 上海人呢 廣州人的人均住房面積是2.2平方米 上海是1.9 當時我們就說 哎 幸好我們比上海好一點了 2.2 你把床就不止2.2平方米了 一張單人床 就是2.2平方米是一張單人床的地方來的 上海1.9 高點那麼多都不夠分 是啊 城市呢 我猜解放的時候呢 上海只有2、3百萬人而已 2、3百萬人而已 然後呢 薄一聲就加到六、七百萬人 然後呢 就再推他一千萬人哦 到差不多改革開放的時候 已經一千萬人了 那他沒有建屋 沒建屋哦 不建屋 是啊 他所有錢都上繳了 沒有起新屋 就是你的家就是側你又給你住 就是你家裡原本的家人就變了四家人 我看到他在一條走廊那裡就煮飯 你想想這麼多家人 那種生活真是沒有辦法可以形容得到的 沒有可能 我那時候七、六年去上海的時候 龍堂後面露天啊 那個人是升煤爐的 那邊煙啊 是啊 那些男人如果在哪裏小便 就是在那裏龍堂 在龍堂那些地方就是小便的了 離了大舖的那種 離了大舖的城市 發租界 法國人建的那些樓 就是住宅那個區就是發租界 商業區就是英租界 英租界是 很有程調的 誰知道後來變成這樣 所以我說什麼 就是他不用本的 真的不用本的 當你要那個地方變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人 而且沒有人 沒有人敢出一句聲 上海人尤其是不敢出聲 說完了 真的不敢出聲 但是出聲也沒有用 出聲就去勞改了 出聲就去勞改了 上海人是特權人來的 上海戶口 就是幾大城市 北京戶口 上海戶口 廣州戶口 那些戶口啊 他一旦把你趕出去 你回不來 那些沒有戶口啊 很可憐的 就是你直接就回不來 你兩個妹妹也是 出之由安徽直接申請香港 直接由安徽申請香港 根本不讓你回 而且很難拿個戶口 所以有一招夜 我教你們有一招夜 現在的樓賣了 那些樓賣不出了 我教你們怎麼樣了 去跟那些銀行都搞定了 叫做法 就是法庭 叫法庭 就是你不要付錢 你不要供樓你停歸 你叫法庭 就是它會跟你安排的 就是法庭 拍賣有什麼好處呢 原來有一個這樣的優待 拍賣了誰在外省的人 拍賣了你的樓呢 它可以拿到戶口啊 你明不明白啊 哦 現在就是這樣 就是以前是家控制了 現在當然了 現在的價錢倒到頭 那個價錢更好過你 好過你平時這樣賣 平時很多人就盯著這些 就是銀行要求法庭拍賣的 那些這樣的樓盤 那一旦拍了 立刻就拿到戶口 整家搬進來了 上海 現在不要搬去上海 現在還搬去上海 就是這樣說 現在封城都不知道封到什麼時候 上海的人真的 就是看到很可憐的 小霞 現在是戰場來的 實際很多地方的疫情都這麼嚴重 上海為什麼公開了呢 這幫人就是整股習近平 就是說我們 上海實際還是差一個零 如果真的按照香港的標準來講 應該加多一個零 但是現在我們有得比的嘛 這麼多的人口 這麼多的感染 這些沒得變的嘛 香港和上海有一些分別都沒有 整個城市結構是一樣的 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根本就是在上海那裡交鋒著 在那裡 只有一個重症而已 剩下全部 一個 那些老人家死得不清不楚 那些老人家死得很慘 那些差不多每天 他說有7000人要去敵 敵那些大陸不流行 怎麼打 怎麼敵 醫院又不讓你去 什麼叫做什麼打針 打針又不准就去 那裡只是每天死的那些人 他說晚上半夜 找人的屍體 要運屍體走的 老人院和醫院 那些人就死了 大量死了 比香港還多 香港差不多死了幾千人的 香港這次 8000 香港死了8000 上海那邊走的 那些人死了 四、五倍 人口來說 他又沒有打疫苗 什麼都沒有 他那些疫苗不行的 四、五倍我一點都沒有誇張 人口的數量加起來 這個那樣 嚴重到不得了 還有他那種官僚 哎 人家好像那個什麼 阿朗什麼 朗咸平 朗咸平 朗咸平的老婆 你就是了 就是等著他 檢查 那樣就死了那個人了 這一個鐘頭 沒有了 因為有人等他 我不是很明白 啊 這些官僚的東西就是弄死人了 我現在 很多人說這個可能是上海幫上海的人 整了習近平啦 我有些不同的看法的 我都倒過來 但是起碼公開了消息先啦 公開了大部分的消息 你怎麼看啊 現在這個問題 我一直在觀察著上海 和其他地方封城的做法 我就發覺有一個很 你知道改革開放四十年了 中共的地方控制機構 就一直在鬆散 那些警察啊 居委會啊什麼時候 中共當時你知道這麼多年 維持這個 共產黨控制人民 就是控制到以前我們都知道了 查戶口進到來 去哪裡 中共控制人民呢 那個辦法呢 他就是唯一留了一條辦法 這麼多年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計劃生育 計劃生育政策 計生育當時權力大到 可以進到任何人家裡 可以拉人 可以強迫一些人去墮胎 我說我家裡的故事那時候 我弟妹是美國人來的嘛 是 美國護照回到深圳呢 就駝了第二胎 那鄰居就有人報警啊 說他非法懷孕 那些警察來抓啊 那些人來抓啊 結果他打開門在那裡 拿著美國護照拿著 說我是美國人啊 那才證明他是美國人呢 才不敢抓他 就是抓他就強 就是當時說都沒得說就流產了 就是這樣 所以中共在那種全面控制社會的手法 剩下一個就是這種 就是這個強迫計劃 計劃生育了 那我覺得很多年你看呢 中共控制人民的手段啊 現在香港人開始嘗試到啦 就是全面監視全面控制黨 說了算 你如果一點不服從呢 就出現各種生活啊 家庭啊 工作啊 什麽什麽都出問題 我問你稍微靠背 靠背一點那麽多 不是的 是啊 太陽剛剛曬著你了 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 稍微挪一下 沒有辦法 這些我們不是studio的自媒體 你再要轉一轉 現在陽光不在面上就行了 所以中共這次利用疫情 在做什麽事情呢 就是將毛澤東共產黨 原來建的那套社會控制手段 全部整理回來 你這篇圈圖是不是 以前你想一下 我到十年以前了 到十五年以前 甚至是江澤民 胡錦濤時代 你試一下叫那些人 你說在家裡不准動 那些人自己走了 你最典型的例子說一下 陳光誠 萬人被十幾個人看著 讓他走到 讓他走到大使館 而且不是在整個北京的人幫著他 就是我當時 我有很多內部消息 因為整個過程我都知道的嘛 所以美國之音當時他一出來 當時我們就在live show 就採訪了他 那麽意思 也是有很多關係 精彩是精彩 就是朋友來的 就是很精彩 你想一下 現在可不可以出這些事情呢 現在不行的 你想一下 整個用防疫的名義 打起那套機構 那些穿白衣的那些人 你現在等於 一下共產黨 把那些基層控制 做回起來了 這個我越看越恐怖 你想一下改革開放 那些根本 好了一百倍 是的 利用所有的現代手法 就是那些監視啊 那些相機啊 到處看著 還有一些 還有那個安全碼呢 尤其是 那麽他將他整套毛澤東 當時 就是整個史太林式的 那種社會控制 控制到你怎樣呢 那時候我們都知道了 如果你一條村的農民 再幫餓死要去黑飯 要去黑飯的話 如果生產隊不開證明 就是要開證明 這個貧下中農 可以去黑飯 剩下的人在家裡餓死的 不給證明 旅行啊 當時在廣州 現在全部是廣州的部分 你嘗試去花園 你去花園後一天就沒事 你要去花園過夜 你要證明的 你去花園 朋友在那裡 我踩單車去 他踩一個多 那時候我們踩車去佛山 都是一天要來回的 佛山現在是廣州的部分 是不是 就是它是控制到這樣的地步的 那這種控制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時候 就全部放鬆了 大家可以相對自由旅行 那後來呢 中共什麼時候呢 十多年前 就是新疆那邊 新疆和西藏 他們就開始用這個辦法 控制新疆人 西藏人 西藏之前 每個寺廟都要入住新疆 甚至住到人家的家 那你就要 你試一下你拿著新疆和西藏的身份證 是不一樣的 你拿著這些身份證 我和那些旅館老闆談過的 十幾年了 如果你是新疆西藏的身份證 進來住旅館 第一不讓你住 第二要特別其他很多證明 第二呢 馬上通知公安局 人那些自由旅行呢 在新疆西藏就開始被剝奪 被剝奪呢 但是你全國中國這麼大的 新疆西藏是很小的部分人 扮成九十幾的韓人 那它要怎樣打這套控制 所以呢 就今次就 根據疫情來之後呢 整套社會控制拿上去 現在香港一樣開始 大家都開始感受到這個 就是 這種社會控制呢 不管上邊哪個權鬥不權鬥 那些是小事 大事就是說 通過疫情呢 中共將當時共產黨 一直在建設大腿改革開放 就是破壞了 undermine了 那套社會控制系統 全部都打回來 所以在這一點呢 經濟上無論有什麼選擇 從共產黨的眼中看都是值的 這個不得了 小夏我告訴你 以前呢 就是靠人來控制的 人為的 我記得呢 你那時候已經沒有去大陸了 前差不多前六、七年已經開始 你進去酒店 你不登記真的不能進去住的 他一定要看完你的身份證 做了copy 你的護照 我們香港人當然有香港 有特區身份證 有港澳通行證 叫做港澳通行證 一定要登記了 讓你進去住 那時候他已經開始跟你的了 那你的飛機票全部都跟足了 已經跟足了 那時候要人為 去到很緊張的 你去登記 酒店登記 他第一就是去抓住 他知道上面 上面就是要求這件事 那時候已經跟蹤你了 但是那時候要人 還有很多時候出了什麼事呢 要人去報 去報 去報 要揭發你 要揭發你 但是現在完全自動了 自動控制 是的 他還沒開始用人工智能 如果用完就用了智能 快到你想起 他都知道你做什麼了 你還不用做 你想他都知道你開始在想什麼 就是他知道你整個人 他有你的手機 他知道你所有的行為 你所有你的想法 他都可能將來可以 是的 大數據 大數據你去哪裏走到哪裏 跟著去哪裏 那現在就是說 戴口罩黑眼鏡 頂不住 他現在的面部識別技術 是透過口罩識別的 甚至口罩識別 他用暴態識別 你怎麼走路的 你不用 他知道 因為你戴著手機 他不用識別 他知道你在哪裏 他隨時知道 每一個人在哪裏 因為你戴著手機 你沒有手機 根本去哪裏都去不了 我現在就看到上海 甚至有討論 討論是不是 不帶手機出街 是否犯法 是啊 你出不了街 現在哪裏不帶手機 是的 沒有手機 那樣做不了 你說要坐一輛車 坐一輛車 坐一輛車 都不行 不行 而且手機如果不見了 怎麼辦 所以下一步 現在正式有討論 是不是 直入一個 新片在你裏 新片 新片 那種恐怖法 以前就說看電影 就是電影都看到這些 傻傻看電影的算數 現在真是這種現實 到了 有多恐怖 我想一下就怕 所以美國這邊 很多人就是抵制這些護照 到了 到了 已經到了 聲音出了問題 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是我的聲音 一定是Elmer的聲音出了問題 我繼續說 如果是我的聲音出了問題 聽到她 她的聲音出了問題 就聽到我了 就是我看 年輕的時候看電影《1984》 不是電影看書 《1984》 再早些《美麗新世界》 它出來 就是 有了現代工業以來 所以 所有人擔心的 就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就是 有很多 所謂叫 前瞻性的科學 那些說法 他擔心的是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 就是說 這種工業手段 變成社會控制 會怎麼辦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電影也好 小說也好 那些講未來的電影 未來電影有幾個很有意思的特點 第一個你看一下 對未來有關注那種電影 那些人的衣服是制服式的 全部都是制服式的 就是說那種統一對人的安排 人的行動 永遠是和機械連在一起的 現在就是我們生活在未來世界 如果說是未來世界 我們生活就是 人和機器是連在一起的 和安全碼 和電腦 完全就一起生活 到未來 我真的有時擔心 人的世界 這麼迅速去自由 未來我們 就是怎麼樣 給專制政權控制 真是令人很擔憂的 這些事情 不是 大陸和香港已經掌握了 現在他根本就不用跟你說話 他全部是後台 在服務器那裡 他喜歡輸入什麼程序 就是什麼程序 沒有一個人他控制不了的 已經到了這個程度 而且他不用人告發 也不用用薪金來控制 全部你是自己受到自己控制 已經在大陸發生了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情況 我就不太明白香港人 還在那裡留戀 你留戀什麼 你還有機會走 香港人還有所謂 有旅行自由的 還有旅行自由的 你還留戀什麼 我不明白 你還沒被人監控過 我就知道 有時我在大陸過境 都被人停過幾次 什麼都有權停你 過境那時候 那叫邊控 邊控有時停你就停你 你都被人停了很多次 你一進我就出 我不是 我有邊控 我如果不買好飛機票 跟領事館講明我哪一天到哪班飛機 我不回去 後來我乾脆完 都不能回去 我幾次以前工作 一定要去大陸 全部都是這樣的 下飛機之後 有一年我去了幾次中國 國務院的計劃 去到北京 飛到北京 到北京機場 很簡單 護照一拿 走到一邊 就把我帶去那間房子裡 那間房子是警察休息的房子 我去幾次之後 連警察的名字全部都記住 下次那個警察不在那裡 那個為什麼報名不在那裡 就是這樣的 那種控制 你知道有時 因為我拿著美國護照 我又不怕他們 而且我去中國之前 我就說了 我走以前 我就知會了 國會相關委員會 和國務院 所以 就算我去香港 香港第一件事 見一下領事那邊 就是知會了 出事大家要知道 我跟中國大陸講明 24小時沒有我的消息 那邊就會出聲的了 他們也知道 所以我就不怕的 但是你想想普通人會有多害怕 一旦海關出來 走到一旁 這個房子 蹲著 要多久 不知道 如果要去洗手間 那些人看著 坐著看著你的 他跟你一起 陪你一起去 五個小時 我最多被人困過五個小時 你不知道要困多久 他就是不告訴你困多久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你想想 如果每個人都會 在海關 在家裡 在哪個地方 任何時候有可能 面臨這樣處置 都還沒說坐牢 現在還是恐怖 那天上海 看到有張照片 有個老人家去廁所 進廁所的時候 陸馬出來 轉了紅馬 就不准出來 困在廁所裡頭 外面就整宅人看著 所以 他任何時候知道你準確地點 你走多隔離一尺 他都知道你在隔離那一尺 任何時候可以馬上 你走多一步都行不到 控制到這個地步 而且全部是最近幾年發生的 不是說已經有二十年三十年的討論 不是的 他突然間 這個技術 這麽全面的監控技術 應該出來都是幾年 你想一下這個時間線 幾年這種面部識別 這種監控技術 手機二維碼這種技術 出了五到十年 所有這些都在個人身上 已經幾年之後就出了疫情 疫情就成為全世界的政府 用最新的手段監控人民的辦法 最方便的手段 是的 所以中國大陸是領軍的 在選擇領軍 我知道你們很多是拿綠卡的 綠卡沒有外交保護的 記住這件事 我在大陸 我直接去跟我親力其境 我真的有親力 我沒有綠卡 但是我跟我一起的人有綠卡 可以 美國領事館要派一隊 海軍陸戰隊 來搶人 一發現他綠卡 沒有得搶 如果是胡椒 就可以有權搶人 就是保護自己的僑民 第一綠卡就沒有了 記住 完全是兩件事 還有你用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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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證件 入境 你自己想清楚 如果你用香港的身份入境的話 又是沒有的 他說 你自己用香港的身份 你承認自己是香港人 你就得到香港的保護 你得不到外國的保護 所以這些事情 老老實實說 現在被我都不進去 真的殺了我都不進去 香港很快很快就變成一模一樣 他現在根本就不理 你經濟、金融、中心 他完全已經是放開不理了 我真是很服了這個人 這件事我不到 你沒見過 你不到你不佩服 一個人做事有這樣的決心 真是很難得 完全放棄了所謂將來的經濟 完全放棄了人民的生活 完全放棄了人民的自由 這次一看上海這件事 你不到你不服的 完全沒有了 什麼都不說 你說那些什麼 什麼言論自由那些 全部都差得太遠了 你連出街自由都沒有 什麼自由都不用說了 全部都是多餘的 所以我告訴你 如果誰還有心機留在大陸 我也是服了你 我也是服了你 我不知你博物 我真的不知道你博物 我看通了 如果現在這樣都看不通 人家都給你看了 你還笨笨笨 以為可以賺點錢 樓都是人走了才買樓 有經紀的 寫個授權書的人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留在那裡買樓的 不一定要在香港買樓的 人可以在外面 全部都可以授權的 還有現在下去 一天比一天難 一手樓根本就賣不掉 有些人 我是這樣看的 因為我有幾多朋友 都還在國內的 有幾個出來的 有很多困難的 第一個是國內好的事情 在做一半 你說掉了生意就不做 又是比較困難的 就算是出來之後 出來之後 出來怎麼下腳 下來這裡是怎樣 生活未來是怎樣 特別對於一些年紀大一點的人 60歲70歲的人 確實是挺困難的 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 現在的年輕人 那一代 你想想 獨生子女 那一代 現在獨生子女 第二代 上面那種負擔多重 而且很多人 他就不休息 不休什麼 就是城市對於上海這些人來說 現在這次讓他知道 休息休著是怎麼回事 對於習近平 對於共產黨 真正的共產黨人來說 經濟從來都不是考慮的第一因素 大家要全部記住一條 我自動感覺 我們下意識這樣 經常都以為他害怕 他根本從來沒有害怕過 你說的 他不害怕 他最緊要是 他最怕失控 共產黨第一恐懼的是失控 他只要能夠保持控制 其他 老實說 經濟不關他多少事 他最多 他又不會小吃小著的 以前我們真的見得多 所以六四之後 我一直都這樣說 你們不要以為 關了中國的大門 共產黨害怕 最強硬的共產黨 是最不害怕的 共產黨唯一害怕的就是想 江澤民那些想同煲同撈 做一下生意 那些發達 那些就是害怕的了 真正的共產黨人絕對不害怕 而且絕對認為是時機來的 是 是 他覺得他是好的共產黨員 就是 他不給這些念頭 不給他 不給他 不怕這些 就是他覺得他是堅強的共產黨員 他管理社會很順手的 如果是這樣他很順手的 你知道中共 如果大家看回中共的歷史 有幾個 毛澤東那個時代 上面吹一下風叫吹風 當時真的中國叫吹風 什麼叫吹風呢 就說一說 這樣是不是不好啊 下面就是運動的了 上面吹一下風下面就是風暴 大熱風風暴 後來到了江澤民、吹錦濤他們那時候 上面打雷下面都不動的 就是他整個社會 大家要賺錢 上海很瘋狂 你叫他做什麼 不動的 那唯有計劃生育 他們保持了那種 那種很強硬的勢頭 那其他事情 大家要多關心這樣那樣 沒有人關心的 不理你 那到現在呢 他全部就恢復了 現在上面吹一下風 下面又是刮大風暴 上面稍微動一動 習近平說 我們主持抗疫 我們要清零 下面真的跟你清 所以這個說明 不是說 我是覺得說明了 中共的執政能力 從中共角度說 不是從西方的民主管理國家 從中共角度說 他的執政能力 他就增強得很快 這個西方沒有搞錯 我說上海在打仗 在內戰中 是同時發生的 你說的話 跟現在上海兩幫人在鬥 可以同時發生的 不是說有了就沒有了 兩件事在同時發生的 因為你知道拳鬥從來沒有停過 是啊 不停了 你們真的行什麼制度也好 什麼活動也好 活動也在鬥 現在就是大鬥 這次在上海 那戰場就在上海 就是它裡面之間 共產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內鬥 是的 就在那裡鬥 那裡是永遠在鬥的 但是它在鬥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就是未來去哪裡怎麼走 那當時你知道 就算是中共那時候 現在哪條路線 未來去未來怎麼走 現在就有各種國際的因素 就使得中國應該是走不回去 那個是大話題來的 就是走不去改革開放 走不去改革開放 你說走不去哪個 走不去改革開放 走不去江澤民、胡錦濤時代 是的 我絕對同意你 當然是走不去 無法走不去的 就算他今時今日 就算習近平不幹了 找另一個頂上 找李家強或者汪洋頂上 全世界都不會再讓他走回頭 就是他們看通了 不只是世界 他們自己不會走回頭 政權的東西 特別是專制政權的東西 不搞到民不聊生都不斷 要不是打長仗 要不是餓死人 不搞到那個地步 他們不會變的 政府用這種控制人民的手段 一旦用了順手 他會繼續用的 所以 小限 他裡面 當然有 兩幫甚至多過兩幫人 他堅持的 他現在走開這條線 他當然要堅持 當然有反對的 反對一直堅持下去 這幫人永遠不讓步 他那些人 那種黨性是不讓步的 他不會讓步 他就玩完了 一輩子就玩完了 以前讓步的代價可能是死亡 是不是 現在讓步的代價 總之可能不會死 但是你看看薄熙來 是 是啊 薄熙來 整個家族勢力就沒有了 是啊 所以那些很殘酷的 共產黨在下面那種 家人是穩穩吃 說以千來計 幾千個家人 原本是靠他穩吃的 那個是 跟他隨從來的 那些 整個 整班幕僚 整班 薄熙來都沒有倒台 以前他倒台 那時候他們家裡找他 就是我的同學王毅 就是王毅 王毅就去做那個證監會 就判了死亡 那王毅那邊還有一班人 他下面其他人還有一班 就是一班 你說幾千個 就是閒閒的可能多些都不定 一個倒台就輸到胡遜散了 那小楊你剛才說 我講的那個 就是絕對控制 那裏面也有分兩派 或者是多派 有人反對他 我看不到有人反對他這樣做 那就是兩個 美國人觀念 他好像沒有這些 他沒有所謂的 他大陸人覺得被你控制 也沒有什麼所謂的 那又不是這麼說 這都是兩個概念 一個是不同的路線 有些是不同的 比如江達民 他們要跟外國打多一些交道 怎樣怎樣 但是對於有一點他們沒有差異的 就是對中共 是不是要全盤控制國家 他們是沒有移民的 這個是沒有移民的 這個是沒有移民的 這個不是決鬥的 這個是一致的 一致的 沒有人他們不肯放錢 你是專門這件事的 就是不會有這樣的 中共裏面不會有 好像你那些這樣的思想的 說人要自由 沒有這樣的事情的 是不是 因為他已經成了習慣的了 那種想法怎麼做法 你看一下蘇共 就是看回其他 一路呢 他是要那些上一代死到 沒有辦法換了個52 就是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沒有想著會這樣變 他又不是想這樣變 但是他知道蘇聯經濟已經差成這樣 他就真的比較關心 他原來農業部長出身的 蘇聯農業搞的一塌糊塗 他就比較關心這個經濟 民生一些問題 但是他都沒有做 一直到出了什麼問題 出了赤爾諾貝利 是 一下赤爾諾貝利一個事件 就暴露了整個蘇聯官僚機構的無能 還有那種很 就是他到專制後 到後期 他初時的專制政權都很兇的 殺人抓人 一路就好嗎 那麼一般 到一定時間 就沒有了這種動力 沒有了 就是殺得差不多 大家都知道把自己的人全部殺到殺死了 殺死了 到處的人全部殺死了 差不多 那時候的頭一死 斯大林死 毛澤東死 哎 改革一下吧 但是這個改革就很危險 他們也都看到的 一到改革 大家綁了很久 一鬆綁什麼都做的 所以社會肯定會練的 這個人是 他們現在不想亂 就綁回頭 現在這個 用疫情來綁回 如果不講他的道德 只是從那個策略來講 這個真的很厲害 那些策略 小夏我想問問你 現在這個所謂封城封戶 廣州 上海廣州 你猜他會堅持到什麼程度 堅持到 就是他認為 他已經把局面控制得好 每個人都聽話 每個人都好 現在好像疫情封了那麼久 現在所有人都認為 拿著安全馬出去 是一個正常生活 到那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就跟我說 他真的很感慨 他說他馬出國 他說要忘了一陣子 變綠 變綠那晚 整班朋友喝酒 他說 哎呀我從來沒有想過 會去慶祝一個 什麼東西要侵略我 就是把我變成一種奴隸 我會慶祝他 是慶祝啊 奴隸的情況下 放鬆一點點 你要慶祝 他這次奴隸 找了一間房子 這次不出來 可以出來走走走 他要慶祝 所以這種社會控制 封城 所有做到後來 大家覺得政府 碎士來檢疫 碎士 這個是正常 其實如果你不在那個下面生活 你就知道 不正常 有什麼理由 你就 周尊無人走 我家裡 查一下我這裏怎樣 跟著他會覺得正常 跟著旁邊那個人 不准人進去 這個變成不正常 專制社會都是這樣的 平時你很正常 像我們現在美國的變化 我很感慨 以前鄰居在一起給我一 hug 擁抱一下 笑一下 聊一下 在電梯上 很開心的 現在大家要隔六尺 有心隔遠一點這麼多 而且對著戴口罩你千萬不要笑 你將人的行為方式改變我 這種事情很恐怖 要恢復回來不知道多久 現在我們在美國見到 現在出去 我每天都出去的時候看看 戴口罩的人越來越少 但是戴口罩的人對不戴口罩的人 經常是戴敵意的 以前美國人很熱情的 現在你回來出街試一下 你不戴口罩 又戴口罩的人挖你 經常都挖你 人與人之間那種隔閡 那種行為方式的變化 這個變得真是很根本 我都覺得很恐怖 我英國都跟美國很相似 對向往自由 向往不讓人這樣控制 這個傳統是相當強的 你覺得有這樣的被奪去 可能這樣的走向 有這樣的趨勢 但是現在最慘 我最關心香港 香港人好像還很覺 香港人沒有那種美國人和英國人那種傳統 那種說 我的自由一定要保持我的自由的 一定要保護我的自由的 這個意識 香港人不是很多 是多過大陸人 但是不是這麼多 還未到這個程度 好像你現在說的 覺得是一種威脅 如果覺得是威脅的話 老祖已經走了 還留在香港 我講一句 有些不好聽的話 香港人的自由來得太容易了 原來 英國在殖民地時期 我那天去看 這裏放《時代革命》 我去看《時代革命》 裏面有很多學生那些 整個電影拍得很漂亮 有一個問題 我要提出來的就是 為什麼 很多人就覺得 可能他們拍電影比較年輕一點 他們就不用說 他們說幾行 有送中發音什麼的 但是長期說為什麼 這個為什麼是大家要認真要問的 你們失去自由有什麼感覺 到底你要做什麼 老實說 英國人也好 美國人也好 歷史上都是打回來的 對不對 都是鬥爭回來 大陸 我們這代人 失去自由的記憶很深的 我們知道 有些人很習慣 但多數人都很習慣那種失去自由的狀況 不覺得這麼什麼 但是很多人 有這種很切夫之痛 我覺得香港人有時候 大陸現在下面 跟著選李家超上來 他現在說選委的人超過半數 你看一下下面他們出什麼控制社會的辦法 你對比一下以前 有時候有些溫水煮青蛙 你不是這麼覺的 現在不是了 不用溫水煮青蛙 他現在一命令下來就立刻執行的了 不需要擺擺做的現象出來 不需要包含 已經煮熟的了 一開一開來 微波爐來的 即興 真的是微波爐來的 現在真的 你不要想著有什麼寄望 我都很明白他們在做什麼 我對這些很熟悉的 根本就完全沒有希望 而且你剛才說的那個情況 嚴重到你沒有辦法想像 而且沒有什麼人報導 真的西方完全沒有報導 那是打擊我 我完全同意你說的話 但是完全全世界沒有警覺 就這樣 整個香港就是玩完了 就是那個所謂的自由 沒有了 就是這樣 而且這幫人現在還有機會走 還不走呢 就真的很嚴重 真的很嚴重 其實任何 就算是大戰亂的時候 多數人都不走 都不走 是 離開家是一件很慘的事情 就是很逼不得已 逼不得已 真的逃難的人都不多 你看看現在烏克蘭很多人都不肯走 走到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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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這樣 打決心 你看看當初 香港 路往大一點 是啊 我們走到十多萬人而已 香港 不算多 頭三個季度 今天看到數字是14萬人 是嗎 今年 前三個月 我今天看到數字 已經是空前了 超過以前的 但是實際的比例很小 比起七八十五十萬人 是很小的 應該老老實實說 我那時候我就想著 走一走應該一百萬 現在看來有一段時間 都沒有一百萬 都不差得多遠的 是嗎 因為我講的是前三個月 前幾年一直在出的 是 是 所以都一百萬不差得多遠的 所以 而且很多人走了 好像你這樣走了 可能登記上都沒有走的 是啊 我沒有登記走 是呀 你沒有登記走 是呀 你沒有登記走 多少人走了都沒有登記走 我問過 沒有登記走 當離開了 他可能回來 可能回來的 是啊 這個很大批人的 全部不在統計中的 是 所以你這百萬人走 我想你差不多 是 啊 這件事結了 所以 那各位觀眾 真的真的聽著 小客 我就原本講到上海的 但是上海根本 都看著上海 上海呢 就在經歷著這件事 就加上它裡面的權鬥 大家都知道的 這些沒有什麼秘密 那問題呢 上海已經走都走不了了 要走都走不了 香港呢 還有少少機會 走暫時 他還沒有殺到來這裡 因為香港那幫 所謂李家超那些 還沒有上任 還沒有坐定 還沒有安排整個局面 所以趁他坐定之前呢 你要走真的要走 因為當是度假 出去度一年假 那些錢用不完 外面說 開開心 全世界游他一年 不是很多錢 不值得 香港人也可以 沒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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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等死 很危險 現在 講起大陸的朋友 那時候說 以前 那天 胡錦濤的時代出來說 他說中共的領導 一代不如一代 你看 胡耀邦、趙紫陽 跟著江澤民、胡錦濤 還衰得去哪裏 現在回來 原來有衰得敢 交官也有 衰得很多 所以你現在看看林鄭月娥 你那時候林鄭怎麼樣 你看看李家超會怎樣 這個是執行者 這個直接出手的了 林鄭這傢伙就直接做的了 所以 今天 我每天都自己做過節目 講講上海 實際上海太多東西了 但是一直都沒有當自己是上海人 就沒有說 真是可以有舊社會的東西 和現在的東西 最近我都住了十年了 在上海 最近我都住了十年 我對上海就很多了解 不錯的 上海實際上有很多東西可以吃的 沒有 廣東人就是記得吃的 不是上海都是的 那幫人 你們現在困著他 他真的打算吃的 他有他吃的 和你們吃的東西不一樣 上海人要穿的 上海人穿很重要的吃 小吃很便宜的 那些小吃都很好吃的 但是他沒有了那些 他那種失落 跟廣東人差不多的 突然間沒有做人的 很難做人的 好啊 各位多謝多謝 好啊 後天見吧 OK 拜拜